字幕翻譯 好,經過了,我們之前看過那段短片 讀白鵝是否甚麼東西都要背的呢 透過這段短片我們知道了 有一款有效地幫自己學白鵝和溫白鵝的方法 有沒有東西要背?有!有東西要背 但是不是全部都背了?一定不是 所以留意一下,上次我們去理解的就是 有些命名上,定義上的東西,我們一定要先去理解,明白 因為這是我們的共同語言 之後,我們就透過問問題,刺激自己的思考 把我們的知識拉起來 就造就到了,我們原來敗了這一科是活的一科,不是死背難背 現在透過這幾條題目,希望大家熟習一下如何應用Terminology 以及如何應用Defination,將自己的知識連構起來 Terminology,這幅圖是說心臟和腎之間的連繫 對於腎來說,原來我們有一個adjective就是Venue 如果用中文的,就直接叫腎 所以兩款血管,一款就是Venue Artery 一款就是Venue Ving,腎動物,腎靜物 至於血流方向是如何呢? 根據R全雲Ving的角度,你就知道了 所以現在,第一款簡單的問題就是 Venue X 和Venue Ving,究竟誰是Venue Artery 誰是Venue Ving呢? 透過Artery和Ving的定義,你就一定會知道了 然後第二個,又進心一點點的問題 如果我們知道Kidney有什麼用處呢? Kidney其中一個用處就是把我們血裡面的Urea 排走它,去製造療癒 這個定義,起碼功能上我們要先知道了 當你知道了血流方向 當你知道了Kidney有什麼用處 如果現在問你,X和Y,哪條血管是會有少一點的尿素呢? 少一點的Urea呢? 我相信也不難去理解了 好,接著去到第二題了 第二題,我們又有一些字眼要先理解了 我這次是說Liver的形容詞就是Hepatic 我們又有兩款血管 Hepatic Artery和Hepatic Ving 所以你又要理解一下 透過Artery的定義,Ving的定義 你就會知道了,哪條是Hepatic Artery,哪條是Hepatic Ving呢? 接著還有另一個,這次定義就是Liver的功能 Liver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 譬如說,當我們血糖的Level是低於正常Level的時候 Liver就會將一些過多的糖源 Gycocin,就會轉化成Glucose 就放回血那裡 這個基本概念,大家一定要知道 現在就問你,如果一個人餓了8個小時 那究竟哪條血管是會有多一點的血糖呢? 高一點的血糖的水平呢? 當然了,餓了8個小時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他的血糖含量是高還是低呢? 相比在正常水平來說 透過這些題目,其實我們就會很容易提出 究竟Hepatic Artery和Hepatic Ving會有多一點的血糖 好,接著又到第三條題目 第三條題目呢? 這次我們又再加多他的器官進去 就是說,除了Liver之外,還有小腸的V來的 這次有三條管,X,Y和Z 現在我們有三條管都要看的 第一個就是Hepatic Artery,Hepatic Ving 以及Hepatic Portal Ving Portal是遠距離的意思,運送的意思 至少留意一下,透過這三個血管的擺位 透過剛才那條題目,我們會知道 哪個Hepatic Artery,哪個Hepatic Ving 自不然,剩下那條就應該是Hepatic Portal Ving 這些Terminology,我們是要知道的 是要先知道的 即是沒有理由只拿著一條血管,然後說 那究竟我有什麼東西,怎麼放呢 怎麼放來放去呢 這些是大家要先背後的 正確的 但也不難去理解,因為Hepatic Ving 因為Hepatic Ving的定義是學了的 對吧 然後到後面這部分 我們的V奶,在小腸裡面 主要是做Food Absorption 而當血蠟由V奶 走的時候,就會先去到胸部 當它去到心臟前 而胸部便會把過多的Grucals 儲存在唐圓 儲存在街口腸 儲存在胸部 那透過這些 Hints 對不對 那你自不然 就可以去比較 有一個人剛剛吃了一碗飯 那究竟他們的血糖的Level 在 blood pressure x y z 會有什麼不同呢 叫我們由Descending Order去做理解 即是由大至小去排 那我相信大家至少知道了血流方向 知道了血管的名字 知道了這些Liver 和V奶的用處 之後呢 那我相信這條題目也不難去理解 好,那接下來就去第四條 第四條呢 講Umbilical Cord的磁帶 我們的形容詞就是Umbilical 自不然Umbilical Archie Umbilical Ving 就是我們兩條要去理解的血管 那順帶一提了 Umbilical Cord 遲帶又是兒子的關係呢 所以我們今次講的心臟 是以Fetal的心臟做主位的 是以胎的心臟做主位的 所以如果你說Umbilical Archie Umbilical Ving 那自不然都是說 去兒子的心臟 和離開兒子的心臟 對不對 所以透過圖 我相信做這個Matching 是一定不難的 接著又有另一個定義了 這個我們也要學的 就是我胎盤 就是幫助我們在媽媽和Fetus之間 做一個material exchange 有很多東西要交換 一邊去媽媽 一邊由媽媽那邊來 對不對 那自不然我們就要去理解一下 那哪一條血管 是會有多點的Urea 這些是Metabolic Race 有哪些是氧氣多點 還有Adminor Axie是比較多的 那至少透過血流方向 你自不然就會知道 究竟誰給好東西 誰給壞東西 那現在試一試做吧 這段影片接著就是答案 希望大家都能理解到 原來呢 在我們整個大學裡面 不會靜止什麼都死背 有些東西是活的 有些東西是可以想得到出來的 就不是一樣東西 別人說死背就死背 但是common language是有 但是不代表什麼都是 所以最重要的 他日就是大家看清楚題目 知道別人在問你什麼 然後再運用你的知識出來 這個無論是學 還是one by out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看完答案之後 都有任何的不明白 那就去留個message給我 我們之後再慢慢解答你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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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